Hello 大家好 最近到泰国来读书的家庭越来越多了 然后我也不知道莫名其妙的 怎么会有这么多的家庭到泰国来读书 有很多的家长来了以后 包括我前两天的视频里面也拍到了 说是想把孩子送过来 然后下面评论一大堆 有的人就说你到泰国去留学 算个哪门子的留学 是吧 你留学不你应该到欧美去留学 你到泰国去的想法是什么样 那么也有的人在说 你国内的教育难道不好吗 你非得要到外面那么一个 远远不如中国的一个三流国家 他们把泰国很多人都想象成 三流国家非常穷困的一个国家 到这个国家来留学 目的是什么 将来回到国内以后 是不是还有什么竞争力什么的 跟人聊了一些这些东西 那么今天正好我和丹丹出来喝咖啡 我们也正好两个人路上一路开车 因为我们看到了很多的评论 然后也发表一下我们自己的一些见解 丹丹难得的在我镜头里面能够长篇大论是吧 今天我们来看看啊 我们一起聊一聊 看看丹丹的想法是怎么样的 一个家庭要出来到国外去读书 其实老婆的意见是很重要的是吧 所以看看啊 我们我老婆到底是对于教育这个东西是怎么看的 是我们为什么会这么早的就把孩子带出来 来 开始吧 我们带出来的话就不是冲着泰国的教育来的 因为我们那个时候没有这种说法 现在就是很多很多人问我 包括我的很好的闺蜜 他们就跟我打听泰国的各种各样的国际学校 说实话 听卖国际学校就是我不太了解 就很多学校的门潮风潮湿我也不知道 我们进入第一个学校是个国际学校 那个为什么会去读那里呢 就是当时杨老师跟我讲了一下 他说我有个同学在国际要上班 你们要不要去看看 我说那你就给我报名吧 其实那个学校当时在哪不知道 我说你给我发个定位 报名吧多少学费 我说你帮我报了 然后我们就去读了 读了两年之后为什么要换呢 我就跟杨老师说 我们家孩子在国际学校读了两年之后 一句泰语也不会 这我想他学学泰语 我说你们学校能不能报名 要是能报名吗 我说我就让牛牛去你们学校读书吧 他说你们牛牛会不会泰语 我说不会呀 他说不会泰语是报不尽名的 那我就让杨老师给我安排了一个泰语老师 给他培训了一下 当时就这么种情况 然后就直接就去读了 就没有什么想 也没有考察学校 根本就是现在这个清迈 好像说起来有十几所国际学校是吧 我也不太清楚 反正人家的背景啊什么呀 包括学字 其实我们到现在也不了解 我不了解 你要我朗朗上口的说出来一些国际学校我们 就我知道 报不出来啊 知道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们朋友 好朋友就是想去就陪着他们去我才知道的就是蓝纳呀 就是太平洋包括NRS好像其他的学校我振不得 我们牛牛学校对面有一个清迈国际啊 那个我知道但是那个学校的话基本进不去啊 他那个好像是比较难的我们也就了解到这么一点信息 其实远不如国内的家长了解得多 像什么新加坡学校在哪啊 还有那天那个小面包问我的那个叫什么学校在哪啊 呃名字都想不起来了 名字也想不起来 所以我们对于孩子的一个教育的看法 其实我们并没有 说实话啊 并没有那么重视孩子的教育 觉得他在哪个学校读书就一定会有出息是吧 对就是也不是不重视我也想孩子学的好 但是我想如果说我没有出来的话 那我们在国内比如说住在哪里 就是我们这个区域划分到哪里去读书 我们肯定就去哪里了 我可能不会为了孩子呃就是教育 比如说哪个学校最好我到附近去买个房子 这种事我可能是不会干的 嗯对了 我觉得这样太累了对吧这样太累了 当然了我也是希望牛牛成绩好的 所以我们也算补给班了 嗯也会去那个课外培训 就是周末的话也会去上课 这个是肯定的 当然想去学钢琴啊什么的 哪个家长你说希望孩子是学渣呢 就这个肯定是不是我们就是 嗯对吧 希望他差一点肯定不是 总是希望他好一点 但是也没有那么强烈的追求 主要还是要看他的能力是吧 如果他他真是学霸的话 那我觉得这个 这种就是怎么说呢 光芒是盖不住的嘛 可以这么说吧 其实啦我觉得孩子的读书啦 就像刚才我们在说的 就跟大人赚钱一样 谁不想发大财 对吗 但是能不能发得了大财 这个不是自己说的算的呀 每一个人都想多赚一点钱 但是其实你是可以多赚一点钱的 那比如说你下班之后 你去跑跑外卖送送快递 那开开那个滴滴 你都是可以额外赚到钱的 但是你说有几个人会去做呢 基本上没有 除非我日子真的过不下去了 太苦了那我可能会去这样子做 所以说我想多赚钱这个想法只是想想而已 就跟孩子我想他层次好一点 我想他层次好一点 可能有的时候我只是想想而已 我会付出一点行动 在旁边多数台下 你要好好给我看书 但是可能因为某些事情分了一下心 就马上就忘记掉了 等到两个小时之后 我又想起这个事的时候 发现孩子已经在玩手机了 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状态啊 就每天都是这么一个状态 但是其实我也有想过的就是说 孩子就是将来的出路啊什么 其实是有想过的 但是这个东西不是我想他就能够成功的 所以我们更多想的可能是我多做 多做一点 我多赚一点 就是这个孩子的 他这个难度细数就下降一点 就我赚到他以后能够躺着 也不至于饿死 那是最好对吧 对我就所以我觉得 不是说就包括孩子未来有没有春息啊什么的 我们个人的感觉就是不是说 就靠孩子了 对吗 其实家长在里面也是起到非常非常重要的作用 就像丹丹刚才在说的 跟我们的想法 跟我的想法也是一样嘛 所以如果我们两夫妻的话 一般来说 所有的这些行动步调都是一致的 对吧 我们的想法就是我们多努力一点 我们希望孩子就比如说吧 我杭州我去买几套房 对吧 我有个几套房了以后 靠着这个房租 我孩子将来就算没出息 那靠个房租 他起码过个日子是能过的 多努力一点 孩子就可以轻松一点 不是说他不用努力 就万一他努力不上劲呢 就智商不在线了 那他也不至于饿死 我是这么想 那如果说他有这个能力考到好的学校 那就是最好 对吧 我们这些东西可能是对他来讲是锦上添花嘛 就包括我们前面看了一个 评论啊 就前两天的视频里面谈到教育的一个评论 他就说我上海有三套房 我孩子将来做保安就够了是吗 对对对对 真是句玩笑话啊 但是我们看了也蛮有感触的 对就是 所以说就是你在泰国读书也好 在中国读书也好 跟以后孩子其实将来有没有出息 我觉得不是很有关系 因为很多人 我们同学老板做的大的 我有个同学老板做的很大 他做中毕业就辍学了 当然了 这个也不是说读书 读多了没有用 我没有说读书无用了 因为我也一直努力的让你们好好学习 是吗 我们也在读那个什么数学兼职班啊什么的 但是就是 嗯 我觉得就是孩子在哪边学习 就是将来就是成绩能达到怎么样一个程度 跟他以后的人生就是 能不能赚到大钱 因为我认识里面 就是能做能赚到钱 他就是成功 虽然这句话肯定会遭到很多人的喷了 不能乱说 你不要骂了 但是呢 事实我们是那么想的 我们真的就是那么想的 所以我们也是很实在的跟大家说 我觉得他就是能赚到钱 能够过上一种躺平很舒适的生活 能够每年能够出去 去周游世界就是去玩一圈 就是 这样就是成功 这我的认知里是这样 对 因为这个世界确实 我们现阶段来说 真的就是经济其实是 很大很大的一个 判断人成功的一个因素 对啊 对吧 那你当然你说了 你在学术上面会有多大的成就啊造诣啊 那这些当然肯定也是一种成功 但是对于我们普通老百姓来说 就 我们小的时候老师会问 你长大了想做什么 那我们肯定挺 我们想做科学家 医生啊 对吧 但是你想想看 现在的小朋友就不是这么说了 我问牛牛 你长大想做什么工作 他说就像你们一样躺着玩玩就有钱拿 不是我们在努力工作的好不好 你只是你看不到我们这个辛苦的一面而已 对他小时候我们还骗他嘛 说我们是开双条的是吧 你去上课了我们就去开双条努力赚钱 但是谎话永远是谎话 对不对 被他很快就识破了就 对啊就是 其实我我当然也是希望我们牛牛躺着 税后收入嘛就说的对吧 轻轻松松的过着一个意识无忧的日子 那肯定是父母希望看到的一个小孩子的一个状态 那么 这个就是你有文化也好你有文化也好 你在泰国读书也好中国读书也好 就将来能不能成到达这么一个状态 这个是很难讲的 对吧对所以也就造成我们到泰国来读书 其实不是为了孩子来的 我们是为了自己来的 对就因为我在这里 所以我把孩子带过来 因为我觉得孩子在父母身边他是最幸福的 嗯 我是这么想的啊 然后嗯 如果说我换一个国家 那我就会把孩子带到那个国家去 这个其实跟在不在泰国 跟泰国的教育好坏完全没有关系 其实我是满不认同的 当然这个泰国现在家长爆了 就提卖的就增加了很多很多新的家长 就是是专门从泰国的教育来的 我倒不是很认同 就是专门是为了孩子读书而来 如果你不喜欢泰国的话 我觉得你没有必要就是 苦了自己好像我就成就孩子 我是不太认同这种观点的 如果你特别爱这里的生活 我喜欢这么一种环境 我喜欢家里面种棵果树 结满了芒果 比如说你喜欢自己的生活的话 那你把孩子带过 因为你快乐的情况下 我觉得孩子是能够感受到的 如果说你觉得你住在这里很痛苦 但是为了孩子教育 我就非来这里不可 我就不能理解这种 对我们一直的认知就是 人的生命大家都是公平的 对啊 不管你是谁 都会有死的那一天 就是你自己状态好 比如说我们牛牛 应该是能够感受到我们比较开心的 所以他会说我以后 要像你们这样活着就好了 他这是他这个年龄段说的话 那我在想就是这么一种状态的话 可能至少对于孩子的心理发展 可能是比较健康 我不知道对他的成绩 帮助有多少对吧 但是我觉得如果他智商够的话 他在哪里 他都是精子嘛 你山里面的孩子考到清华北大的 多的是 那人家智商在线就可以了 对吧 智商不在线在哪里都是学渣 智商在线在哪里都是精子 精子总归是会发光的 对所以的话就尽量让孩子心理健康一些是吧 对 就也不要不要过大的压力给到孩子身上 好像我们全家就靠你了的这种感觉 他孩子就过早的背负了这种不该背负的东西 网上现在说的这句话是蛮多就是 爸爸妈妈做的这一切全是为了你 我觉得这一句话的话 这个压力实在太大了 确实我觉得不太利于 这个心理健康啊 这种话不要讲 就是 可能你是为了孩子来的太过 但是还是要营造一种就是很快乐的一种生活的状态 对 这样可能更好一点 所以就包括我们看到的那个评论吗 说哎我在上海三套房 我的孩子以后做保安 其实我个人是觉得那像这样的家庭比较优越的这种家庭 其实他孩子不会太差的 真的会去做保安吗 其实说说句真话 他的孩子大概率的是研究生毕业的 肯定是这样的 对对吧 像像我们就是周边好朋友就是杭州的好朋友 我说的是 嗯家庭条件啊什么都还可以 家里面嘛 嗯一般孩子男孩子如果有男孩子的话 可能出生就准备好了的 但是这种孩子的话还挺努力 我们很多孩子的话考试考的挺好的 对 所以也就是说读书不是唯一的出路 是个出路 但是他不是唯一的出路 这个也是我们一贯以来的一个认知 对吧 你与其让孩子这样读书去努力 那么其实作为父母的话 其实也应该尽到自己的一分的力量 就像我们说我们尽量希望孩子将来能够躺平 但其实说实话 就像刚才单单在说的这个话题 我们杭州的身边的这些朋友 其实没有资格让孩子躺平吗 其实个个都有资格让孩子躺平了 为什么还在那里努力 对 所以我觉得就是 躺不躺平也是伪命题 因为钱没个够的 对吧 然后就是读书努不努力的话 这个东西不是家长心里想努力 他就一定使得上劲了 对 所以希望来泰国读书也行 到哪里去读书也行 就不要道听途说 就看到我们这种视频 博主做的视频 好像在那个地方云淡风轻的呀 什么的呀就盲目的就来了 我觉得找一个适合自己的地方 找到适合自己的定位 就可以 对 泰国是个选择 你包括其他任何地方都是个选择 留在国内也是选择 就是单纯为了读书来 那我觉得没有必要 热爱这里的生活 又任何这里的那个教育的话 那我觉得它是一个双向的嘛 就挺好 老 ded 老を 老大 老大 老大